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些牛的话 感觉还不错 让他先碰一下我的这个塔 然后我上下我的胳膊铃 然后把它给换掉 这边有一个电塔的话 我就考虑 我也放一个电塔 但是现在可以续一下废 这边出了这个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把电塔放门口了 就怼着他干了 然后再放一个加冬炮 他这个就废了 右边的话 不管他出什么的话 我这边还是可以解掉的 然后万年齐发 这套卡牌的话 给我感觉就是 敌方出什么 我这边就出一个可以克制他的 然后去把这个牌解掉 出什么我就解什么 出什么我就解什么 但他好像是 对面这个好像是以粘土为主 是一套以粘土为主的牌 那我这边先等他过来 然后放一个一费的这个骷髅兵去解架套黄帽 然后放一个哥布林 放一个火球 炸掉 然后补一个电塔 这边就没费了 这个塔有点亏了 这好估计是运用错误 应该还是有错误的地方 他应该没有什么费用 可以下一个野猪骑士 然后准备就是一套冰斗 来冰斗 应该可以换掉 这个塔应该是可以直接敲掉的 这边是已经被解掉 然后万箭齐发 哦 放晚了放晚了 我擦 这时候手残 手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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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再放一个炮 各种炮 来解一下 点一下 然后用一个冰冻树 对面是放一个野猪骑士二道 这边直接放一个干他的 来哥布林也可以捡 假如他不冲起来 他应该又不是一个范围的伤害 火球 火球稍微放慢了一些 这边也不至于输 输到是不至于 但是拖的话还有一点不好拖 这道卡牌的话 还是需要一些运用吧 运用还不是很到位 运用还不是很到位 还是有需要一部分的 去提高一下这道卡牌的运用 但是相对来说的话 我感觉这道卡牌其实是挺好用的 真的是挺好用的 不难玩 这个解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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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是能不能脱平的 这个的话 打的话好像是已经有点 只能不断的放这个防御塔 来守一下 然后对面又是出了一个 王子啊 他从来走出一个骷髅兵 然后跟他冲锋起来和他换掉 那这样他的费用是亏的 这个时候可以放一个野猪骑士了 那么喜欢换是不是 那么喜欢换是不是 要两秒 他现在冲起来也没用了 这边基本上是可以给他一个推平 这道卡牌的话我感觉 还是好用 就是 思路要是比较清新的话 卡牌不放错的话 其实还是有机会去打对方一个 一个 一个反击的 而且这道卡牌的话 冰冻出的话 又是2800分 这有毒啊 这什么鬼 一开始就是这道牌的话 可以考虑直接就是 七手我就放野猪 对面七手放一个这个 我看 先解掉 野猪碰到就是 碰到就是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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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哥布林群有点多 直接炸掉 然后可以考虑 考虑放一个这个特拉斯电塔 然后等我的费用慢慢买 现在我的费用的话 应该是属于一个领先阶段 其实应该是持平的 最多是领先一费或者是半费左右 然后再等一秒 对面出了一个野猪骑士 那这边放一个一费的骷髅兵 把他换掉 这样的话我是 也是赚的 不亏一点都不亏 那看一下对方放什么牌 对方放了一匹黄毛 这边城底放了一票哥布林 然后马上放一个加龙炮 三级的三级的公主啊 这边只能用这个火球树炸掉了 这里妈的太变态了 三级的公主 这里 这 这种土豪号 就就就就就见了鬼了 那种感觉 三级的公主 王思聪今天在直播 在那个直播间还在说 他说他感觉现在卡牌有点乏力 他要充10万块钱 抽到5G的公主 我考虑他三级的公主 三级的公主是很棒的 对面这个还有复制牌啊 还有复制牌 那你这样复制一套的话 你就血亏啊 是不是 他什么我都可以动作 直接动作 狐狂的枪 又不是三级的公主 三级的公主 真的有点变态了 这里没的 炸他的要炸半天 哎 连着他的塔一起炸一下 这边不吃亏样 我这边是应该是转的 现在是转的 然后我现在可以开始布防了 因为对方现在是肯定要发起一波猛攻 然后把黄包引过来 因为放一波蚊子啊 然后这边后面再加一个加农炮 在后面持续伤害 对面复制了一个过来 来个动作 你以为只有你会动了 我也会动 然后再放一波这个 看最后一波了 就是看最后一波了 我其实可以考虑 一直炸对面 哎这样的话对面就就 他这个放牌失误了 三费加三费 他这个放牌有点失误 当然我这个也失误了 我也失误了 我擦到他打野 但这样可以炸掉 然后再手一波加农炮放起来 然后哥布林把他的公主干掉 对面又放了一个公主 然后准备冰冻掉 这波是好营呢 直接是好营的 这套卡牌可以 真的是可以 其实我也推荐大家用 因为这套卡牌的话 所有的所有的这些牌 可以先看一眼 这套卡牌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实识牌 实识牌就一张冰冻冰冻的话 是到了这个A5A6都有 肯定是应该可以抽到 然后这些的话 都是比较平民箱的一些牌 而且也是比较好提升 就哪怕火球啊这些 我现在是没钱升级啊 别人升级的话 我也会考虑把火球稍微等级 稍微升高一点 那电塔什么的 应该是到了5G以上 你用的话就会比较合适 这套卡 我是看见别人在1,700 1,800 然后到2,000左右 也是比较实用的 我们再来尝试一下 700多分了 我没想到这套牌 居然会那么好用 然后这边 我先看一下 对方是个9级的本 刚才10级的本 我都不怕 是不是 我还怕你9级的吗 先等费 等费满了之后 这个东西是越晚放 我觉得公主对不起了 抱歉 抱歉 先给你炸掉 那现在费用上面的话 对方是绝对一个领先 这样就是不用怕的 几个小哥布林 就让他垫掉 然后这边可以补一个加龙炮在前面 再等一波费用 看一下对方出什么款 对方出了一个巫师 然后这边出一个野猪骑士 然后随时注意用冰冻 对方出的黄茫 这个冰冻放的稍微晚了一些 但是还好 直接是和他换点 可以说是 那这边我补一个 他收大电塔 骷髅兵 让他打 然后再补一个骷髅兵 然后可以甩我的火球术了 没有火球 上一点 公主 对方出了一个公主 我现在没有一个好的牌去解他的这个公主 只能封一个加龙炮 嗯 有点亏 但是相对来说的话 他的这个塔 亏的血是比我多的 那我现在还是处于一个优势 但是在费用这一块的话 可能是有一个战士的落后 对面又出了一个寒冰法师 寒冰法师 寒冰法师 我看这个牌去怎么解 嗯 出了一个石头人 石头人和寒冰法师 所以我可以考虑把这个石头人冰冻住 和寒冰法师一起 来 一起冰冻住 到这个时候 下一波我们哥布林 要把他的这个赶紧换掉 因为这样的话 我是很现在是血灰啊 如果是换不掉的话 我就是血灰 然后可以补一波剑鱼 把哥布林也换掉 那这样的话 就顺利的把他的牌也解掉了 然后这边费用的话 也不算太差 不算太落后 那对面出了一个龙宝宝 那我这边就放一个电塔 这个时候可以放一个 放一波火球啊 把这个山全部炸两 对方出了一个王子 来 出王子 来 我放一波有助骑士 来 再补一个电塔 把他的这个战线往后拖了一下 整体往后拖了一下 他这个王子的话 应该现在可以放一波剑鱼 放一波火球 再补一个加弓炮 然后放一个哥布林 然后把他的这个公主解掉 然后方便马上进入这个阶段了 这个阶段的话 这边可以考虑补一个冰冻法术 这个法术没有放完 可以的 那这个时候对方出了一个王子 然后这边可以考虑补一个电塔 现在就是一个斗智斗勇的阶段了 现在是对方应该是一个灵费的状态 放一个库的小兵勾引一下 这边再防一对哥布林 把他的那个公主打掉 来引出骑士 这样的话对方就会血亏了 他虽然捡了我的树 看能不能换掉 就看能不能换掉 这边我开一个火球树 漂亮 就好赢了 这波卡牌的话 平民相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因为开始我没用的话 我是没有一点觉得这个牌是有多好用 但是真正使用过之后 直播牌的话 就相对来说他 呃 玩直播牌就要稍微你要 需要一个冷静一点的环境 2799啊 这个分可以2799 差一分 然后就马上到那个2800了 然后自己波的牌的话 其实相对来说的话 这波牌要运用好的就是野猪和这个偷冰冻冰冻 冰冻他的防御塔 加上他的那个招出来的小兵要预判 因为这个寒冰法术的话 他放下的时候是有一个缓冲的一个效果 那其实就是用好你的万箭齐发 接好还有你的火球树 要想尽办法 接好对面的牌 然后打一波反攻 这个加龙炮的话 其实我可以考虑啊 就是现在后期的话 是大家带那种 呃 带那个那个的比较多 带那个石头人 那石头人比较多的话 其实用那个地鱼塔的话会更合适 但是地鱼塔的费用的话 可能要高两点 这个就要看你们自己的打法 但是这样的卡牌的话 我觉得是在目前这个现阶段来说 是可以和你应用的 啊也是 然后这个卡牌的话 我觉得相对来说吧 嗯 没有那么坑 而且性价比是比较高 一级的小骷髅 一费 一费就可以解敌方一个很 一些比如说王子啊 然后或者是比如说这个石头人 这个一费的话 你要不去管他的话 你看一下攻击力啊 嗯 52的攻击力 然后出来4个 4只小兵的话 其实是相当于说是比较爆炸的 一费可以换的话是很实用 这个牌我建议大家是可以长期 长期的去伸 然后长期的去要 而且这个牌大家也不吝啬给你 所以说相对来说的话 这个牌的话就是 可以合理的去应用 就这个游戏的话 昨天也说到这个问题 就是玩的好不好 就是看你的这个卡牌搭配的好不好 还有应用的好不好 这些都是很核心的问题 那现在这一波卡牌的话 嗯 至少是今天试了一下 但两天 两天七左右 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 应用这套卡牌 然后合理的上分 那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 可以用APP搜索酒油 里面的视频站有我的很多视频 第一时间在里面更新